你们听说了吧 小军师的奴隶啊 一发火把木鸡都给踢了 真的假的 真的 这小军师的奴隶啊 真够猛的 木鸡还是弱了点 够厉害的 真够惨啊 太没面子了 想不想 今天怎么这么想啊 我家孩子特别爱吃 咪咪狐狸 去给你男人洗衣服啊 是啊 对了 咪咪鼓励 你打木鸡的事啊 我们可都听说了啊 木鸡可是军师 他没找你麻烦吧 没有啊 他敢找我试试 那就好 那就好 那你快洗吧 对对对 我们走了啊 我们就先走了 你忙你忙 来 来 来 你有病吧 给我捡起来 我不捡 你跟那个李十四搞得我脸面全无 你俩都好 还挺悠哉 那是你自己没本事 你说谁没本事 我说你没本事 就是你 你再说一遍 你说清楚谁没本事 你 痛死 你个泼妇 你才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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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是泼妇呢 你 你 你 我看你跟那个李十四 都不是什么好人 你说谁 说你们啊 你敢说十四 哎 打不着 打不着 踢不着 哎 踢不着 哎 我打 刚才心跳怎么弄过来 木槿你傻啊 人家是李十四的人 想什么呢 蜜蜜 嗯 你一个女子 不要太辛苦了 以后这种活 可以叫上我一块 我帮你提水 你别看我 我很厉害的 你看 小心点补衣服 别帮衣服 怎么了 太重了 不是 脚 哎呀 你流血了 哎 真是太倒霉了吧我 谁扔的破钉子 啊 啊 我没事 少见多怪 你先回去吧 我还一会儿 哎 哎 哎 我送你回去 东西先放这儿 哎 小心点儿 我真没事儿 我没事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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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木槿 今天谢谢你帮我提水 你脚好些了吗 我给你做了点羊骨汤 要不然你给他喝了 木槿 那我进来了啊 木槿 木槿 木槿你怎么了 木槿 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 木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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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能行吗 只要能散热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我去找乌衣 那我再去拿点酒来 你一定不能有事 你一定不能死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醒了 你怎么把我的衣服全扒了 退热了 你赶紧躺好 你要是再发热 你就死定了 呸呸呸呸 你怎么说我死呢 你 你是为了帮我 才采到生锈的钉子的 那万一你死了 我 我母亲之前就是这样 采到生锈的钉子 发热了好几天 当我找到这个办法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还好你活着 咪咪 你别难过 我没那么容易死的 我们草原山的汉子 才没那么容易死呢 就你现在的脸色 一点舒服力都没有 装什么男人 我没有装 我本来就是个大男人 活着才是 你死了就是死男人了 那你昨天 照顾了我一整夜 不然呢 你先躺好 有点凉啊 你笑什么 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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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 病刚好怎么就过来了 我早好了 那个 咱们物资不是快用完了吗 我想带咪咪鼓励 一起去采买 怎么 还是怀疑她 非得带她身边看着 才放心吗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 我觉得这个小丫头 还挺精明的 带着她 能少吃一点亏 还有 我想感谢一下她那天 照顾了我 可以 好 你